今天的相关研究我们来看看 店家家装的压克力隔板真的有用吗 美国科学家实测发现 隔板的确可以挡住大部分的咳嗽气流 大约减少80%的飞沫浓度 但是颗粒比较小的气溶胶依旧难防 专家说除了家装隔板 最好还要搭配戴N95口罩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3 2 1 美国佛州大西洋大学教授 将在测试隔板的防疫效果 假人嘴里含有水跟甘油混合的溶液 科学家透过帮谱将溶液喷出 模拟人类咳嗽的状态 再利用雷射光观察溶液的喷溅形态 为了模拟真实世界的使用情境 科学家用的是压克力隔板 实测发现假人喷出溶液后 隔板确实能挡住较大的颗粒 但颗粒较小的气溶胶依旧会从上方及左右飘向对面 专家说隔板能将飞沫浓度减少大约80% 而病毒量也会因此降低 相较之下如果没有加装隔板的话 咳嗽喷出的飞沫可以轻易喷到12英尺远 相当于3.65公尺 而且气溶胶还会残留好几分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专家建议除了加装隔板保持通风 最好人人再戴上口罩 而且要选择N95 因为实验证实一般不口罩挡不住咳嗽喷出的气溶胶 N95才能避免飞沫往前喷剑 有效减少病毒传播 成为了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